祝福如涅槃师 以方便利 留翠身复利 舍利以复众生 众生复近 此舍利变为母女如意宝珠 此珠躲在大海中 大龙王一位受使 祝福如来 出现在这个世界 元吉之后 留碎身复利 这是对全身讲 如果留全身 就全身复利 像六足会能打死 他留肉身 全身 这个身体现在还在 我那个时候 1977年 第一次到香港来见 香港同修告诉我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有人想把这个像破坏 是拿刀还是拿锯子 去锯的时候 流血 吓着人不敢动 怎么1300多年 他还会流血 所以这个像就保存下来 没有人敢破坏的 他实现感应 或是留碎身舍利的土 如果是祝福的舍利 真正是佛实力 这是佛留下来 给众生供养的 供养实力 等于供养福 这是大福报 众生佛敬的 舍利你看不到了 这个舍利变了 变成魔尼如意猪了 也很难得 有求必应 但是这个魔尼猪 是魔尼宝珠 你也不容易得到 那也有很大福报的人 你才能看到 才能得到 海里面这些龙王 龙王真有不是假的 他们把这些魔尼宝 拿去当首饰 像在帽子上